聚焦今日時事 縱觀美國資訊 歡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國 我是主持人辛農 今天是12月30號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近日 由於中國新冠感染人數激增 聯邦疾控中心考慮對國際航班上的廢水採樣 以追蹤任何可能出現的新冠病毒新變種 據路透社報導 三位傳染病專家指出 與美國和其他國家本週宣布的旅行限制新措施相比 這樣的政策將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 來追蹤新冠病毒 並減緩新變種進入美國的速度 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專家奧斯特霍爾姆博士稱 到目前為止 諸如強制 檢測之類的旅行限制 並未顯著抑制新冠病毒傳播 奧斯特霍爾姆說 從政治角度來看 他們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我認為每個政府都覺得 如果他們不這樣做 他們將被指責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保護其公民 除了要求來美國旅客出示 新冠檢測陰性證明 美國還擴大讓旅客資源進行 病毒基因組測序計劃 把參與的機場從5個增加到7個 但是 專家認為 這可能無法提供有意義的樣本 研究所所長托布爾博士稱 鑑於中國的數據缺乏透明度 較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檢測來美班機上的廢水 這樣可以比較清楚的了解病毒的變異情況 托布爾說 從中國飛機上取下廢水將是一個非常好的策略 他強調 美國升級監測策略非常重要 CDC發言人 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 分析 飛機上的廢水是CDC正在考慮的幾種選擇之一 以幫助減緩新變種病毒從其他國家傳入美國的速度 廢水監測已被證明是一種有價值的工序 飛機廢水監測可能是一種選擇 奧斯特霍爾姆指出 出行前 強制檢測不大可能把病毒新變種拒之門外 關閉邊境或進行邊境檢測真的沒有什麼區別 也許只會減慢幾天的速度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社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流行病學家大衛道迪說 加強基因組監測很重要 廢水採樣可能有幫助 但檢測需要時間 12月31日 是拜登首席醫療顧問佛奇作為聯邦雇員的最後一天 在過去38年裡 他一直擔任國立衛生研究院 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今年平安夜 佛奇度過了他的82歲生日 他告訴媒體 雖然他快要退休 但他會做一些別的事情 離職後 他希望搞一些公開演講 在大學裡掛職 如果大學有醫療中心的話 還可以參與治療病人 他說 他打算寫一本回憶錄 並希望鼓勵人們從事科學 醫學和公共服務方面的職業 有媒體指出 下月初 共和黨人控制國會眾議院後 恐怕不會讓佛奇退出公眾視線 他們曾經揚言 要調查佛奇 處理新冠疫情的方式 傳喚他到國會山作證 對此 佛奇淡定回應說 需要的時候自然會出席 他沒什麼可以隱瞞的 從抑制艾滋病到抗擊新冠疫情 佛奇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科學界的公眾形象 期間為七位美國總統提供過衛生防疫建議 被《紐約時報》問到如何計劃退休生活時 佛奇回答說 由於相關規定和利益衝突 我無法公開談論我離開政府後的生活細節 所以 我正在做的一些對我來說不尋常的事情 即不知道下一步的具體細節是什麼 但是我決定 我想在政府之外工作幾年 去追求與我的人生階段相称的事情 他進一步解釋說 我82歲了 還能提供什麼 對我來說 再做一次實驗 或再做一次臨床試驗比較重要 還是通過寫作 演講 參與諮詢問題來發揮我的經驗更重要呢 我很強烈的感覺到 激勵年輕人這項工作很重要 我希望鼓勵他們 要麼進入醫學和科學領域 要麼對於已經從事醫學和科學的人來說 也許可以考慮從事公共服務事業 今年聖誕節假期 西南航空公司因天氣惡劣 系統崩潰等問題 陸續取消了1萬多個航班 導致數十萬旅客滯留在機場 引起了強烈不滿 12月30日 西南航空首席執行官鮑勃喬 承諾 該航空公司將向那些 在過去一週受到此次航班取消影響的旅客提供補償 西南航空承諾 它將退還旅客航班取消的費用 以及其他與旅行相關的費用 如酒店 租車 甚至是通過其他航空公司預訂機票的錢 西南航空的高管們稱 是否補償其他費用 將是具體情況而定 我們的願望是超越自我 我們始終為客戶著想 這是我們在西南航空公司51年的歷史 喬丹說 我們將關注和處理租車 酒店 餐飲 為客戶預訂其他航空公司的機票等事宜 這些都將成為我們補償客戶和解決這個問題的一部分 目前 西南航空的退款正在進行 該公司工作人員承認 清理積壓問題需要數週時間 喬丹接受媒體採訪時稱 過去一週 導致該公司大量取消航班的惡劣天氣是前所未有的 航班跟蹤網站的數據顯示 12月30日 西南航空的運營似乎已經重回正軌 當天取消的航班不到50架 延誤的航班僅超過100架次 分別佔起總航班數的1%和3% 我正在關注數據 我們已經在東海岸推出一個很棒的業務 我們的行程排滿了 有3900多個航班 喬丹說 我非常有信心 我們今天會進行的非常嚴格的操作 12月30日 聯邦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公布的最新年度統計報告顯示 在拜登執政的第二年 該機構逮捕和驅逐的無證移民有所增加 但低於特朗普執政時期的水平 該報告說 在截至9月30日的2022財年度 ICE逮捕無證移民總計達14.3萬人次 遠超2021財年的7.4萬人次 驅逐無證移民總計為7.2萬人次 也超過2021財年的5.9萬人次 該報告稱 2022財年 ICE執法人員對無證移民大部分的逮捕都是在邊境進行的 在2020財年 也就是前總統特朗普任期的最後一個完整財年 ICE總共逮捕了10.3萬無證移民 驅逐了18.6萬無證移民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拜登任內 ICE抓捕遣返無證移民的行動放慢 反映了該機構有意改變政策 把資源集中在逮捕罪犯方面 而不是逮捕所有非法入境的無證移民 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在2021年9月發布的《現行執法指導方針》中 指示 ICE執法人員優先逮捕對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構成威脅的無證移民 例如那些有重罪前科的人 此外 該指導方針還敦促 ICE執法人員花更多時間尋找潛在的危險罪犯 而不是試圖逮捕每一個無證移民 但是 這些指導方針在本財年中間被聯邦最高法院擱置 臨時叫停了 拜登政府還採取了一項戰略 通過一個被稱為逮捕代替方案的項目 釋放非法越境移民 而不是無限期逮捕他們 截至2022年9月 該項目已經釋放大約32.1萬無證移民 這些移民被釋放時 要麼帶著角落監視器 要麼給他們發放特殊性質的手機 這些手機上安裝了政府應用程序 要求他們每週拍一張照片 並輸入自己所在的位置 12月29日晚上 總統拜登簽署1.7萬億美元的開支法案 使之成為法律 由於這個龐雜的法案中被塞進了一項要求 聯邦政府設備不得使用TikTok的條款 而且國會參議院和眾議院分別通過了相關法案 有關TikTok的禁令隨即生效 這是美國政府對TikTok這款母公司 在中國的APP採取的最新重大步驟 一些仇視TikTok的批評者宣稱 中國政府可能接觸到該APP中的數據 根據上述相關條款 聯邦政府各部門需要在未來兩個月內制定執行禁令的細節 所有聯邦政府雇員都需要把TikTok從他們使用的聯邦政府電子設備中移除 除非他們出於國家安全或執法行動的需要使用APP 過去一段時間 美國十餘個州的州長已經發布類似的禁令 要求州政府雇員從州政府電子設備中刪除TikTok 2020年 特朗普曾發布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與TikTok 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做生意 但是 該禁令被拜登於2021年6月廢除 條件是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對TikTok進行安全審查 提出下一步建議 多年來 這項審查仍在進行中 字節跳動則一直堅稱TikTok美國用戶的數據被保存在弗吉尼亞州 並在新加坡備份 不會被傳輸到中國 近年來 TikTok發展迅猛 用戶總量已突破10億 從2020年7月到2022年7月 其月活用戶數量暴增了45% 截至2022年 TikTok是全球下載量最大的APP 超過了Instagram和Twitter 12月30日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一些小型企業反映 現在聘請員工並使他們留下已經變得越來越容易 最近接受調查時 一些企業說 提高工資 增加學徒計劃和重寫招聘廣告等措施開始有成效 還有企業說 隨著競爭對手凍結招聘計劃或開始裁員 求職人數有所增加 今年夏天 醫療警報手錶製造商曾經非常努力 想讓新員工留在公司長久工作 他們會嚇到我們 首席執行官布斯說 他們會接受這份工作出現一個星期 然後就再也不會出現了 為此 這家公司從今年秋天開始 把企薪從每小時15美元提高到每小時18美元 並在6個月後 把實薪增加到19美元 使薪酬與當地其他僱主一致 布斯說 現在 一段時間以來 我們第一次人滿為患 在12月的調查中 650多名企業家 有近25%的人透露 現在填補職位空缺比2022年初容易了 這個比例高於11月份的18% 與此同時 只有20%的人說填補空缺職位變得更加困難了 比例低於11月份的25% 在某些行業 擔心經濟衰退的氛圍 正在創造公司增加人才的機會 華盛頓州凱爾索是兩家卡車運輸公司的老闆 萊蒙斯坦言 我們看到他們招聘變得容易了 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一些競爭對手正在放慢腳步 這兩家公司總共有大約125名員工 萊蒙斯說 現在的就業市場不像以前那樣火爆了 在過去18個月裡 萊蒙斯把初級卡車司機的工資提高了20% 把至少有3年工作經驗的卡車司機的工資提高到了40% 而且有25人參加了今年1月啟動的戴新學徒計劃 聖路易斯地區聯儲銀行本週發布的一份報告披露 全美50個州超過一半正在出現經濟活動放慢的跡象 這通常意味著經濟衰退即將發生 無獨有偶 就金山地區聯儲銀行本週發布的一份報告也說 未來幾個月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的報告指出 如果全美有26個或更多州出現 州內經濟活動放慢的跡象 那麼就有合理的信心 認為整個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 該報告通過分析費城地區聯儲銀行的追蹤數據指出 10月份全美經濟活動放慢的州已有27個 較早出爐的旧金山聯儲銀行的報告通過分析失業率的變化指出 根據高度可信的模型 當失業率已經見底並開始反彈時 就是經濟衰退的前兆 經濟衰退通常開始於這一現象之後的8個月左右 而此前聯儲會曾指出 預計明年失業率會有所上升 該報告指出 如果聯儲會的預期成真 那麼經濟衰退就會發生 此前 有人批評聯儲會的貨幣政策過度聚焦於通脹 而對就業關注不足 但聯儲會則反駁稱 如果不讓物價回歸穩定 經濟就無法發揮全部潛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國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同時也歡迎大家關注並訂閱美國中文廣播電視頻道獲得更多精彩內容 分值免費 離合ocyär ciudad善 曉一下 快樂 再驚 慢動 chief 復動